Vivian想問你9988 就是要問阿里巴巴 她說想短炒的 想短走一轉 上網支持是多少 短走一轉 我看你多短 我覺得想回去 你給他一些指引 現在阿里巴巴的走勢 就是在邁向一個 譬如說一個 叫做環行區走勢的頂部 超正監坐力位 但現在小時候也不錯 我相信短走起碼 首先第一關 可能是樂觀一點 我們先看看130 看看有沒有到 130其實十幾秒很快 對阿里巴巴來說 再上大關來說 其實已經是去年 在一個11月局下降熱口的底部 大概是接近140左右 先看看你怎樣部署 去到130放緊一點 再看看自己賺錢 如果去到的話 再去140再走 是的 因為其實近日 你說阿里巴巴 是否沒有利淡消息 也不是的 譬如之前騰訊大股東 Nespers說會在市場減持 大家都擔心 阿里的大股東 也有一個資金壓力 譬如Tekseekers 也看到有大戶 將一些貨物再搬來香港 你覺得這兩個不確定因素 對阿里的影響大不大 會成為一個回吐的利淡因素 的確 剛才看到 我都說 自從騰訊 媽媽說要離棄他 買兒子去扣錢 是 那些人都說 喂 騰訊媽媽好 還是阿里巴巴好呢 這都要想想的 但是阿里巴巴的媽媽 都不是太好的 遠銀來講 其實近期都投資相當慘烈 是 吃了都不少 所以其實都有人擔心 譬如說 都等錢花的 對阿妹妹 遠銀都 都不欲親情 不及前親 是 顧一顧 阿里巴巴 這都有一個利大因素 但是 我想如果 實實看回 你不說一些股東的操作 如果看回基本因素 阿里巴巴 近期的走勢是連大相對因應 首先第一 就是內地經濟有一個 叫做小人春 就是疫情之後 其實很多人的消費 就開始有點衝勁了 尤其在網上消費方面來說 今年 其實在網上消費 都繼續 起碼保持增長 先不要理會方法 其次就是 當然這個重大因素 就是內地都講得明白 之前放風說 對今年 對互聯網平台的監管來說 不如大家休息一下 可能都不會有新的措施 之前有傳過 螞蟻金服 可能會有 重組一些上市的進度 所以對阿里巴巴來說 都是一些雲觀上 或者業務上 都是一些利好因素 就炒了上去 所以說 我覺得它現在這個上升走勢 五月底以來 其實這個走勢 可能未必這麼快 是越激的 可能是剛才的觀眾問到的 起碼至少看回 可能會上到130 又或者再大關 一時才會做過大目標 可能都會 當中會有些回吐 比如說之前也爬 上星期也有些回吐 是這個走勢 但是你說 那個上升形態 暫時是看到 去到玻璃加通道的足足 都未變過 都未跌穿過 所以 都暫時幾點好的 好的 都不可能 ricinho 你不要走